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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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有一天你会放聊天记录来看看自己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的时候 不要多想 其实是他真的不想和你聊天 他说 我起床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你很努力地制造各种话题 你回复时都很小心翼翼的 埋好各种梗 但他就是不接 甚至把天聊死 在一篇尬聊之后 就陷入无止境的沉默 作家刘瑟浩就说 你会渐渐发现 有化料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基本标准 这世上没有谁有义务去等谁 维系一份关系或者感情从来就是两个人的事 保持必要的关心 保持前行 为了相似的目标共同努力 两个人才能保持在同一个频率里 因为有爱 才愿意对你说一些寂里咕噜的废话 告诉你路边的早点出摊了 告诉你午饭的牛肉很好吃 告诉你电视剧里的谁死了 无言 就是他不爱了最明显的表现 微博上有过这样一个话题 为什么他口口声声说爱我 却从来不舍得多花一分钱 下面点赞最高的一条回复 只有一句话 还能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不爱你啊 这让我想起了图里老师说过的另一句话 我爱你的男人一直在算计成本 想用最小的成本来换取女人最大的情感 此话不假 一个男人爱你时 恨不等给你全部 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给你最好的生活 就像电视剧《知否知否》中的顾廷叶 他和明兰结婚的当晚 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交给明兰保管 并告诉他这些家产都是他的 想怎么花都可以 这背后是一个男人对自己心爱女人最深沉的爱 但当男人不爱你时 他会比谁都现实 瞬间化身语言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字 时间一到即可收回 有个认识的女孩小白上大学时 她有个谈了三年的男朋友 男孩子家里条件不太好 小白也很体谅 觉得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可以免了 出门约会都是AA 节日也没有向他要过什么礼物 甚至经常把自己的饭卡给男孩子用 男孩子总是夸他懂事 小白不强求男孩子 也很自觉的什么都没有送 到了结婚的时候 小白说自己不需要彩礼 也不要求什么三斤五斤 但是想拍一套婚纱照 买一个戒指 但是男孩子却说这些东西都是浪费钱 还不如把钱省下来以后买房子 小白觉得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 这个仪式感不能省 为此两个人吵了一架 结果男孩却说小白误质 当初喜欢小白是因为她的独立和成熟 以为她跟其他败籍女孩不一样 还有个女孩子 和男朋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本来打算两个人一起凑钱副首付买套房子 可是男方家里却提出 房子当然是男方来卖 本来她还挺感动的 结果男孩的妈妈告诉她 房子男方来卖 但是装修女孩子出现 房子还不加她的名字 气得她直接分手了 然后自己掏钱买了一套小公寓 不爱就是这样 她对谁都大方 却唯独对你不舍 因为在她心里 你早已不再重要 三 是不愿多做一点 爱一个人的表现有很多种 却直接的一种便是 用你之忧 但你之事 前段时间 热播剧小舍得中 夏军山便是如此 对妻子男丽 她很少说爱 但日常的点点滴滴中 其实全是爱 男丽深夜加班回家 夏军山很习惯地 为她断上一把银耳羹 妻子心情不好 她便替她按摩 暖心安慰 在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方面 夏军山也十分用心 早晨她会温柔地 喊儿子起床 还会帮女儿梳头发 晚上一有空 她会陪着孩子一起做手工 家里家外 都被她照顾得躲躲蝶蝶 于是有网友感慨 真是人间难得夏军山 其实 与其说难得夏军山 不如说难得的是 她背后这份担当与贴心 很多男人的爱 都只是收手而已 能落到实处的 却没有几人 卡奈基说 爱情除了言语上的承诺 还有物质上的给予 让心爱的人有所依靠 这就是爱情背后最现实的责任 因此 当你发现一个男人 对你满是副业 不再愿意替你承担 只能说明他并没有很爱你 毕竟一万句我爱你 也抵不过一次为你遮风挡雨 曾有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是这样的 幼儿园的男孩和女孩关系很好 他寻诺女孩说 以后会娶她 有一天 男孩从家里带着两个棒棒糖 送给了女孩一个 女孩戒生生地说 万一吃完棒棒糖有了可怎么办 男孩一脸稚气地说 没事 我娶你 因为我的存钱挂里有好多钱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女孩开心地笑了 然后跟男孩一起吃着棒棒糖 大概这就是爱情最原始 最本真的样子吧 不掺杂任何的功力色彩 也没有任何的欲望横流 只是因为喜欢而喜欢 也只是因为爱慕而呵护 你瞧 这么小的年纪 男孩就有负责和担当的勇气 更何况一个成年男人 只要男人动了真情 他都会有所负责和承担 除非他就是不爱了 或者开始不爱了 有句话说 一个爱你的男人 哪怕他一句话也不说 从他眼里看到的都是你 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哪怕嘴上一直挂着你 却一点也看不出他爱你的样子 很多时候 爱与不爱 男人都是最诚实的 所以 不要再猜来猜去 换得换失 唯一要做的 就是正视自己的内心 正视自己的感受 你要记住 爱是无法伪装的 用心你就能体会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